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市长谢国良也感谢柯志恩委员摆忙中前来为他加油打气 大家共同来协力 共同来营造一个更友善的环境 我想国良做得非常好 而且我也知道就像是教育上来说 他真的是对于亲子教育 还有包括公托 还有为了要老人跟孩子 几乎是你们有个24小时的平台 让任何时候大家有需要的时候都可以接到 然后呢我也知道公托还有大广的非常多 目前现在是部件非常多的亲子上面的这样子的一个场所 希望在多余的基隆当中呢 可以让家长跟孩子都有更大的一个空间 那总而言之我想在教育的层面 身为父母亲我是两个孩子的妈 她是一个孩子的爸 所以我想我们身为以后 不管是未来身为地方的一个手掌 我想国良都展现出他的贴心 他的sweet 而且最重要是他可以把对孩子的爱 完全体现在很多对市民身上 那我想透过等一下 我们跟着国良的脚步一起来看看 他所做的每一个点滴 我想大家可以体现出对于国良 他在这里不管是在教育 对于身份障碍 对于弱势团体上面的一个协助 我想看到他这边一点一滴 真的不用多说什么 真的不用去讲 哪里什么样的一个政治议题 不用讲什么司法破坏的问题 光是看他所做的每一个贴心的政策 我想去足以说服基隆人 这是一个非常棒的市长 我们共同来谈谢国良 因为非常谢谢我们教育方面的专家 我是我南加大的学姐 我们曾志恩委员今天造反基隆 我在这个2022年县市长选举的时候 我们两个有组一个KK连线 因为基隆跟高雄都是K该同 那个时候就有紧密的合作 那我知道科委员一直长期都在高雄深入的耕耘 那也深获高雄民众的支持跟喜爱 所以他今天能够从高雄跟台北 这么忙的事务播控 来到基隆帮忙国良 我们非常的感谢 那我们今天要来看我们的有爱店家 有爱店家也是国良从上任以来 要打造有爱城市 跟我们过去立法委员和视 楊玉昕处长所合作 所推动的一系列的 无障碍的一些相关政策 所以今天也特别来 跟科智恩委员 来请他给我们一些意见 如何能够在这些有爱店家 能够做得更好 透过沿途扫街拜票 另一方面也宣传市政特色 市长谢国良说 感谢科智恩委员前来力挺 自己也会持续跟科智恩委员学习 也肯托市民相亲 10月13日永跃出来 投下不同意罢免票 记者黄志生 陈淑萍 基隆报导